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三位达人 下一位达人 邢昆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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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邢昆伦 来自河北 当年呢 我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挑战主持人 追入一个主持人的梦想 而且并成功地实现了它 今天我将进行我的第二个挑战 我也来说项目 而且呢 是跟德云社的弟子来一起PK项目 在这里呢 我想跟德云弟子呢 说四个字 那就是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东西南北中 我们来当兵 记得呢 还是在我当兵的时候 在我们宿舍 然后呢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四川战友 就出门在那儿喊 孝醒 你把我的孩子踩倒倒 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我说我怎么就踩你孩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啊 原来这个鞋子在四川话里就叫孩子 哎呀 我就发现这个方言特别的有意思 从那之后啊 我开始试着 跟他们战友们学习各地的方言 那么一会儿呢 我要演的节目呢 就是一个关于方言的项目 好 各位学员老师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邢昆伦 接下来呢 我将为你演一段相声 其实我的专业是做主持人的 相声呢 是业余爱好 尤其今儿啊 要跟德云社的来PK相声 这简直就是班门弄斧 所以今天我的目的不是PK 目的只有七个字 那就是学习 交流 长见识 而且今天呢 最让我开心的是 见到了郭老师 也见到了石不宽老师 我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激动 所以不管演的好还是不好 都希望你们给我点支持和鼓励 好吗 以前有一个相声叫爆菜名 里面呢 提到一个地方叫深州蜜桃 那就我的老家 河北恒水深州 我们家呢 就是荣村种桃的 可是那桃那么好 当年家里比较穷啊 那桃也卖不出气 据我妈说 家里当年穷到什么情况 穷到什么地步 说那老鼠到我家转一圈 都是含着眼泪出来 但是后来好了 改革开放了 我们家桃呢 也卖向了全国 这不去年嘛 过这个蜜桃节的时候 全国的客商都在我们那里去买这个桃啊 这买来买去 买来买去 那怎么着 就剩了我们家两箱桃 大家伙围着都想要啊 刚开始过来一小姑娘跟我说话呢 靠近乎 大哥 小不小的我是哪儿的 我是船来的 不是大学说 我出来打工的 你照顾一下 这桃买给我 我一听那小姑娘说话挺好听的 我还没说话呢 旁边有一个唐山大婶在那吆喝 吆 这大伙要是买桃 走得买人家他们家桃啊 为啥呢 还能算吃不到啊 人家的桃都好吃不吃 我们家呀 念念卖他们家桃 念念卖他们家桃 那今年还得卖给我们家不是 他们又有点不乐意了 说骂呢 说骂呢 你说骂呢 怎么就卖你们家了 知道我哪儿的吗 我天经的 知道天经哪儿的吗 天经喝洞的 知道我家三十年后住哪儿吗 不知道 古人都知道啊 撒人家喝洞 撒人家喝戏呀 去年卖你们家 今天就该卖我们家了 我说怎么着我为难了 到最后您猜怎么着 我旁边一个保定小伙出来 替我解围了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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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在这个地界 我都看了霸台里 人家说的对呀 你们好个事搬理不对 你的桃现在都撑到 那门保定驴入祸上了 都像纸啊 那你们不能光说 你们得听人家 买桃里说句话 得呗 大家说让我说话 那我就说吧 我说乡亲们 朋友们 要让我说我这个桃啊 我不卖了 为什么不卖呢 我要送给大家 因为你们来到我们深州 来到我们乡下 你们都是我们的客人 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把桃分给你们 你们品尝一下 如果觉得好 回家之后呢 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 来我们这里买桃 来我们河北投资 那个时候我们农民就富了 咱中国有13亿人口 有9亿农民 农民富了 咱中国就富了 农民有钱了 那才叫有钱呢 然后我赶紧说了一句话 来了 分桃